今天我们首先去到人治洞 过了这条很长很长的马路之后 就到这条街的入口了 经过我们上网做过很详细的搜索之后 这个就是人治洞的标志 看一只毛笔来的 哦 刚刚有毛笔 还说你知道多少岛 没有啊 那都是一个温度计 有没有留意呢 没有留意现在多少岛 看不见 打光 总之很热 这条街就是人子洞的大街 而我们要去的地方就是在这里 我们来到这就是专食弄柴的一间 太厉害了 如果不知怎样去 只要认着这个很出名的人人商场 它的对面就是了 进去看看 这里还有免费的绿茶丝饮 这里的绿茶就是来自濟州 我们在现场真的闻到很香的茶叶味 它好像说会有表演这个炒茶 但是我们应该是撞不适的时间 和平时喝的绿茶很不同 我都觉得 平时绿茶不是这样的 对啊 即是它是有一股 不知道 哇在那里吃饭的味道 好像泡饭 对啊 对啊 我不知道怎么说 真的你闻一下 它很像日本米的味道 你闻到我说什么 这个纯粹是个人觉得的 上网搜索可能又不是这么说 而且我们终于找到我们首位的 就是这个 就是那些人的团购 都会买这个 不算是这个 它真的超级好喝 那我们会买很多很多的 这么辛苦 走了两层楼梯上来 那就当然立刻找个位置坐下 Menu上面有不同的甜品 茶和沙冰等等 全部都是绿茶味的 你看 我们叫到整台都是食物 就知道我们有多喜欢啦 我叫的这杯夜饮呢 就是一杯绿茶雪糕沙冰来的 真是超级无敌的 而我这个呢 就是绿茶卷蛋 不知道 那边有点雪糕 我会有Cream的 这个是Cream的味道 我信不信 喝得这么想 这个是Cream的味道 但是它是什么不咬的 那些很甜的 那些很甜的 很柔的那些 就是它也会有茶的 其实很实 其实很实 是很实 它是雪糕来的 看见我们吃得这么开心 大家是不是都很想吃呢 如果你真的去这间店的话 就记得上这个网去downloadQPON用啦 为了去一间很特别的cafe 我们又回到皇大了 猜不猜到它是什么呢 没错啦 就是羊啦 这间cafe呢 就有分户外和户内 外面就当然有羊啦 雪石面还挂了很多羊仔和他们的主人的照片 这间cafe里面的装修都很漂亮的 我们今次吃的呢 就是绿茶waffle啦 它除了creme是绿茶味之外呢 连waffle本身都是绿茶味来的 吃了一会儿 我们又出去了 因为我们发觉老板放了羊羊出来啊 看我看看他拍到你的头 他笑得对我啊 对啊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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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到你了 你拍到你了 好可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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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唉 这间店真的好正啊 真的很想多留下就不想走啊 说这么快 我们一连三集的 郭游记韩国篇就完了啦 不知大家有没有好惯着我们 介绍的食物先 我好惯着啊 好想去多次韩国啊 怎么办 还说这么多 由现在开始存钱啦 我们下个暑假再来